大家好,我是阿胖,今天用莲藕做一个好吃的,这样做出来的莲藕丸子,晶莹剔透的,在过年时做上一盘寓意又非常美好,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按食材的顺序,我们先把香菇处理一下,今天准备的是干香菇,加入开水泡发 再准备一小块猪肉,猪肉最好加一点肥肉,这样吃起来会更香香的 切成小块后,放入绞肉机里,今天偷懒了,把它搅拌成有颗粒感的肉馅 像这种状态就可以了,先放入盘中,再来准备一小块胡萝卜 先切去一刀,再横着放,在切胡萝卜时,刀就不会滑手了 然后切成碎点的沫,干香菇泡发后洗干净,攒干水,再切成条 接着切成大一点的香菇丁,和胡萝卜放一起 再准备葱姜末,莲藕洗干净,削去皮 今天准备了两小节的莲藕 用粗一点的丝,把它擦成莲藕丝 向里面加点食用盐 下手把盐抓均匀,放一边先腌一腌 加盐可以防止莲藕氧化变黑 取出锅,凉油时,放入肉馅 用大火炒 用铲子把肉馅划散 炒至肉色变白时,我们再炒一会儿 炒走里面的水汽,这样可以去除香味 接着放入葱姜末,再继续炒一炒 香味出来后,倒入胡萝卜末香菇丁 接着把它们炒软 炒软后开始调味,往里面加入生抽 13香 鸡精 再加入食用盐 接着继续炒一炒,把调料翻炒均匀 炒均匀后,先放凉 放凉后,再倒入凉藕丝里 然后下手抓一抓 抓一抓莲藕里面的水分 再把食材抓均匀 接着往里面加入的是土豆淀粉 土豆淀粉我总共加入了三勺 最后又加入了一勺中筋面粉 再把面粉、淀粉抓均匀 在抓的过程中,如果觉得淀粉面粉不够 还可以适当再加一些 最后调成能够抓成团不散开 这种状态就可以了 攥成像鸡蛋一样大小的丸子 接着水开上锅 用大火蒸15分钟 蒸好后关火再焖一分钟 像这样团团圆圆又晶莹剔透的莲藕丸子就做好了 做好的莲藕丸子吃着非常的好吃 入口软软糯糯Q弹 咬一口特别的香又柔软 很是好吃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喜欢可以先点赞收藏起来 等过年时再大展身手